中天新聞被關台880天 法院判決中天勝訴 將NCC不予換照的處分撤銷 累積下來 NCC處罰中天 已經被法院11度打臉 這樣一種是會到的 我只講這句話 NCC不要來搗亂 給我們人民一個發聲的機會 很高興 希望他還你們52台 我覺得如果11次都是判他們輸的話 那他們就是可能真的有問題 需要檢討一下 我就覺得這樣子好像有點誇張 而且他是國家單位 就是NCC的後台很強大很強硬吧 所以輸了屢戰屢敗 然後就一直起來一直起來 那他為什麼要花人民的錢 然後還輸11次呢 NCC啊 對啊 但是要證明他錯了還是 如果都11次都這樣 我就放棄了 累死了 我就幹其他事情了 我要再給你浪費時間 恢復正義 恭喜恭喜 謝謝 我今天非死不可有打卡 真的 你打什麼內容 而且正義 陳耀翔啊 早該下台了 加油 你們要加油 好 謝謝 勝算看得出來了 那又何必這樣子 而且花的是我們的錢 你真的要費錢 對 很高興 因為我天天都看中天 謝謝 謝謝 我新加坡的新聞我都沒有看 我只是看中天 你是新加坡來的是不是 對 中天加油 謝謝 謝謝 不曉得再算數 你說NCC 為什麼 因為它是拿我們 就是人民的錢 也是浪費錢 官司贏得很棒 打贏得很棒 當然在棺材的時候 我是覺得很誇張 對 我是覺得有點 就是好像上面想要做什麼 就做什麼 就是完全沒有顧慮到一些 民眾的想法或者心情 中間人家關台灣都不高興 很生氣就對了啦 神耀翔啊 怎麼樣 教練要下台啊 支持新聞自由 在我們規範內我們報導 我們該報導的 這是政府該給我們的保障 他是獨立機關 他果屁是獨立之關 他才不是獨立機關 他就是那個 那個民進黨派來 專門在對付這個講話 那個媒體 那個陳耀翔他們很糟糕 沒有關係 他們就是為了要升官嘛 因為他如果一直做的話 如果說這一次總統大選 賴清德又贏的話 他們一定升大關了啦 多數民眾是建議 NCC不要再上訴了 別再浪費人民的納稅錢